民主黨人 民主黨的同胞們 大家晚上好 首先非常多謝大家 今晚出席 我們還有幾天 還有一個星期 就要面對保選了 很記得我們大概一年前 我們深州的同胞 富庸的同胞 一起創造歷史 一起和全国马来西亚人民 一起创了一个历史 我们打乱了国陈 成立了新的政府 中央政府和州政府 大家是有一定的功劳的 大家是创造了马来西亚 独立以来第一次的历史 改善换代 将一个贪污腐败的政权 打下来 我们人民掌握权力 我们希望大家 我们过去一年 由去年509到现在 差不多接近一年了 虽然过去一年 我们面对有很多的挑战 面对很多的困难 我们知道大家 对目前的情况 还有很大的期望 有很多地方需要改变 有很多事情需要做 不过大家我们希望 绝对没有忘记 我们509 多么辛苦 打倒这个贪污腐败的国陈 现在绝对不可以 被国陈咸鱼翻山的 所以如果不要被国陈咸鱼翻山 首先 在烂斗 就要打倒那个鱼头 打倒毛统的这个代主席 慢慢下山 那毛统各阵 在下一届要翻山 都比较困难 因为大家 我们看到 马来西亚 我们过去 这么多年 面对的问题 贪污腐败 使得我们国家 人民生活困难 一夜之间 过去几个月 虽然我们换了政府 不过不是说所有问题 可以一夜之间解决 我们知道有很多问题 有很多的困难 大家也都希望 政府可以更加有多的措施 我们每一天 每一个星期 开会 希望可以是 想尽办法 怎么帮助国家 怎么帮助人民 不过我们 接过来这个烂摊子 非常之大 每一个星期 我们都想办法 政府怎么去利用 政府的资源 来帮助人民 不过现在我们要面对的问题 非常之大 不过我们不会放弃 我们知道 马来西亚人民 给了一个委托给我们 我们一定要做好 一定要 确保人民的生活 可以有好的改善 所以 过去一年 政府最大的困难 最大的挑战 就是 如何 除了打击贪污 还要管理好我们的资源 管理好经济 给人民一个更加好的生活 所以希望大家 我们有 很远的路途要走 不过马来西亚 这个改变 不可以是 向后退 一定要继续向前望 一定要继续 我们一定要继续 确保马来西亚 有更大的改变 所以各位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确保 我们希望联盟可以继续为人民服务 可以继续顺利的执政下去 因为今天我们面对的挑战 不是说这个挑战是来自武统和会教党 玩弄 种族主义 他们认为可以用种族课题 来恐吓马来西亚 和马来同胞说 今天马来西亚失去权力了 所有的权力 在华人 拿着行动党最大的权力 来恐吓马来西亚 不过实际上 我们知道 马来西亚今天面对的问题 马来同胞今天面对的问题 很多是因为 之前前朝政府 巫统的领袖贪汪腐败 造成Felda面对的问题 打孔海兹面对的问题 不过今天 他要玩弄种族主义 怪罪在共同党的身上 怪罪在华人部长的身上 所以 我们要确保 希望联盟可以成功 希望联盟要成功 就要靠大家的支持 我们希望在Rundown 大家可以给我们 希望联盟候选人 Dr. Stilham 一个机会 代表你们 在州议会 不单只代表你们成为人民党 而是 不过你们的一票 是可以确保 我们给全国的人民 给马来西亚人民 一个大的信息 就是 新美兰州的人 懒疤的选民 我们是要确保 马来西亚 继续保持中庸 保持一个多元种族的政府 保持希望联盟的政府 拒绝武统 拒绝种族主义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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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